那您关心台式独家消息 在高雄有一名知名饭店受到疫情影响 宣布解散俱乐部 却引发终身会员不满 集体抗议 会员指出当初签订合约 曾经收取约50万元的入会费 以保障终身权益 没有想到被突然解约 入会费还没有办法全额退费 而且俱乐部的使用设施跟访客相同 如果饭店要维持营运 还是要花钱维护 为什么俱乐部会员没有办法继续使用 没有办法接受经营不善的说法 随着疫情区换 游泳池及三温暖也陆续有条件开放 但高雄一间知名五星级饭店 竟在解封之际宣布解散成立26年的俱乐部 引发会员不满 因为当时签的这是终身的 得权益完全是受损了 无故遭到解散会员气氛难平 因为20年前的合约上 清楚指出终身会级 必收取一笔可关费用 之后每月也都要缴交清洁费 就可以使用饭店内泳池健身房等设施 上千名消费者看准终身量字 花钱签约 如今却遭饭店 胆方面解约 入会费费全额退还 弃得投诉 台湾的平均移密 它以这个标准 但是基本上没有 都没有规定这些 根据投诉民众指出 饭店提出的退费方式 是以台湾平均余命 87岁来计算比例退款 只是当初入会费买的是 终身暴障 突然借约已是权益受损 退款进海被打折 且俱乐部实用设施 与房客相同 若饭店维持营运 仍花钱维护场地 为何俱乐部会员 却无法继续使用 他有解释说 管理费不足 对此饭店经表示 所有解散合约 在与会员通知前 都有同样给予 消保官确保在合法范围 实在是亏损严重 才忍通解散 但由于双方属于私人合约 消保官也只能协助调解 能够召开一个协商会议来协调 他们可能就要 进行下一部分的一个诉讼 如今资深会员维护自身权益 双方立场不同 准备对付公堂 究竟该如何圆满处理 恐怕要法官评估后 才能定夺